佩儀姐說 現在空蕩蕩的家裡 只剩下狗女兒 狗女兒陪著自己 所以讓妳變得康康 憂鬱 八年前 我因為從小跟媽媽相依為命 然後擔心家庭 然後媽媽八年前 在我五十一歲的時候走了 走了以後 其實我生命中還有 先生跟小孩 小孩那時候讀書什麼 先生去外面賺錢 我守著這個家 然後後來慢慢慢慢 孩子大了 他不是我想要送孩子出國 是他自己說 他想要到國外去讀書 那我覺得尊重孩子蠻重要 那幾年剛好有疫情 很嚴重很嚴重 那他爸爸為了這個事情 所以從大陸 就調到美國去工作 那就想說 總要有一個大人 因為小孩子那麼小 十八歲離開家 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後來我就鼓起勇氣 陪著兒子 因為那個時候 去要隔離十四天 回來要隔離十四天 然後要帶著 而且我都 就是一切都 可是他是我心頭肉 我必須要陪著他去 那時候我們夫妻 就是差不多有半個月 鍋碗瓢盆桌碗 以統統都是我們一起 每個東西都一起組合的時候 等我飛回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時候頓時就會覺得 我上輩子前 就是老公 因為他常常這樣 從以前結婚 就是一直飛來飛去 飛來飛還不覺得 後來等 真的要分開我兒子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在機場哭的氣不成聲你知道 當我轉頭自己走的時候 我心裡想英文字我也不知道 坐飛機我也不知道 回來我要自己搬行李 然後要關到隔離 隔離那個地方十四天 隔離酒店 然後更覺得 然後天氣又灰灰的 就很難過 隔離出來以後 我也不敢到親戚家 因為過年 我怕我萬一還有疫情 給老人家這樣不好 我就一個人上金寶山 去祭拜我媽媽 那個時候我們家樓上樓下加起來 一百四十瓶 就我一個人 然後只有那隻小狗陪著我 我就會覺得 除夕不是團圓嗎 雖然他們有視訊給我 可是那個感覺是會 會讓你靜下來想 你這一生你走到這個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旁邊我沒有兄弟 我完全沒有兄弟姐妹 我媽媽也走 我爸爸也走了 都沒有任何人是我的親人 這個時候 尤其是我又更年期到了 很多東西就想著想著 就會變得淚流 因為我從小父母親離婚 我要的就是一個家 一個溫暖 家裡是媽媽會煮一個熱湯 女兒你回來 或者兒子你回來 我是要那樣的畫面 可是到了五十幾歲 我居然是變成一個人在家裡 然後我媽媽從小就叫我要守歲 要幫她守歲 所以我那天是開著燈 樓上樓下都開燈 可是後來我想我媽也走了 我先生比我小 我在守誰的歲 就那隻老狗 我就抱著牠 我就用毛筆字寫那個心經 讓心定下來 就放佛經 我就自己一個人 一面寫一面掉眼淚 一面寫一面 可天是過年 我也不知道要到哪裡過年 因為那個還在隔離 剛完 我哪都不想去 對 那個時候都是負面 所以你那個時候回來 就有一點憂鬱 會 對不對 一個是空巢 一個是年紀 也有點憂鬱 所以剛好唯一可以依賴的兩個 你的狗女兒 結果她也生病 就是我發覺我是一個 很喜歡為家人付出 越辛苦我越快樂 可是當我卸下來這個媽媽 或者老婆 或者女兒的角色以後 我發覺我蛋子變輕了 可是我不快樂 那個時候的我是不快樂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而活了 沒有目標了 對 沒有目標了 那我眼前只有珍惜 我那隻小狗 是貝克宇小學的時候 陪著牠的一路 那我那個女兒叫妹妹 然後她會陪著我洗澡 我上廁所她就在旁邊 我睡覺她會躺在我旁邊 然後她該起來 她會舔我 然後我怎麼樣 我哭或者我難過 她都是看著我 媽媽你不難過 她會幫我填眼淚 對 就像家人一樣 好貼心 後來慢慢我 就是有的時候 難過的時候會 胸部也會不舒服 那去檢查 我就有那個什麼 纖維囊腫 還是什麼都我也不曉得 然後後來狗狗也有生病 就讓我 就說難道你狗狗是我最親的 也要把我收走嗎 其實那時候是兵敗如三島 一面 通通都是負面的 很不好 這樣很不好 這時候那老公怎麼 從頭飛回來看 其實我是因為我兒子的一句話 讓我改變 因為我那時候 我一年去看我兒子一次 你只去一次 然後一去大概364天 怎麼樣 沒有 我大概去每一次都是去 差不多10天 因為他們各自都忙 都有工作功課 然後那天後呢 我兒子一直叫我們住飯店 可是我老公就很懷念以前 我們全家人在一起的時候 老公就說 老婆 你今天跟兒子 因為兒子是一個套房嘛 就擠進他的那個 那個小套房裡面 小套房裡面 那他就說你跟兒子睡 那他 我老公就說他睡客廳 他睡在沙發上 然後這個時候 媽媽跟兒子可以講真心話啦 然後我就牽著我兒子的手 那個床其實很小 在Costco買的 然後我就牽著他 我就說媽媽好想你喔 他說 他就把我手撇開 那時候才還不到19歲 媽媽 我長大了 你不要這樣子 你要學會獨立 我就看著我兒子你知道 以前是我 就是什麼事情 媽媽 我回家什麼 媽媽 我跟你講 媽媽什麼這樣 突然他會說 叫我要學會不要那麼 他還說叫我不要 專注都在他跟爸爸的身上 我應該要學獨立 我說 他說你從小幼稚園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就是為了你 我那麼熱愛拍戲 我放棄了什麼什麼 他說你知道那個時候 小的時候我也不知道 你在講什麼 只看到你在哭 然後我覺得我壓力好大 好像是我害你變成這樣的 他說現在你看我獨立了 你可以做你自己 那我就跟他講 我說媽媽已經老了 媽媽現在沒有那麼缺錢 媽媽不想那麼累 他說媽媽 你告訴我你哪裡老 你頭上沒有半根白頭髮 你臉上沒有皺紋 你哪裡老 這時候我就看著我兒子 我不老嗎 他說媽你一點都不老 你現在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你努力去做 後來那個時候我突然 因為水瓶做的是會把耳朵打開 這個時候我突然打醒我了 就是說兒子講心裡的話 我那個時候就馬上 就從房間裡面就出去客廳 我老公在客廳睡覺 我就那個淚 就是淚就一直蹦你知道嗎 我說老公我不知道那時候為什麼 我就把真心話講 我說我對不起你 他說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他看我跟我說兒子不要我了 那時候心裡的話是真的覺得 兒子不需要我 只是我很直白 因為一家人不需要掩飾 我說兒子不需要我了 我說對不起 從我嫁給你以後 我以為把你的兒子帶好 這就是愛你 就是我眼裡都沒有你 因為要小的時候動物園 去迪士尼 什麼都是以孩子為中心 孩子想吃什麼 去什麼餐廳 其實我不是不愛先生 可是那個時候 我的專注眼裡都是孩子 因為我就生一個兒子 我快40歲才生他 所以那後來 可是現在兒子獨立了 我不應該再糾纏他了 講難聽 就是說不應該再 應該要放他自由 他是他將來老婆的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對不起 我對不起你 那我兒子 我老公突然就過來 就幫我擦眼淚 知道就好 他就把我擦完以後 他說兒子不要你 你還有我 我就牽著我老公的手 你看這樣 後來結果老公說 你想去哪兒 明天我帶你出去玩 不帶兒子這樣 我說我想去西雅圖 就只要跟他在一起 你看我們都是手牽手 就會覺得一路走來 這個男人為了我 就是為了我兒子 就不離不棄 那我也在把孩子挺性 各方面的事情都交好了以後 我覺得彼此應該珍惜 因為共同走過了快二十幾年 這不容易 對